據我所知 過完年到現在 你們出過兩次國了 對對對 那是不是養精蓄銳 那個次數有很頻繁嗎 是這樣這樣這樣 還是這樣這樣 我有一個 那個來自基隆的一個 許先生告訴我 他就說 你不能 你要一發 擊中 你不能連發 散彈牆不行 他就一發 密度不夠 密度要擊中 對對對 我前陣子 我們這個棒棒糖聚會的時候 豪拳他已經適時了 他其實在我旁邊走過去 我會聞到有點老人味 他就 看 順哥走過去沒有欸 聽說 你最近摩拳擦掌 希望對方受孕是真的還假的 是 其實 因為我們已經結婚了嘛 他加上這個 在一起已經一陣子了 那當然就是我想說 那這個腳步就應該是 密集 應該往下 往那邊 繼續往前走 要有小孩子 那就是想說 可是因為 你看這個 背孕期 這個受孕期呢 他就是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結合到我的時間 就因為我一到五都在出外景 據我所知 過完年到現在 你們出過兩次國了 對對對 那是不是養精蓄銳 那個次數有很頻繁嗎 是這樣 還是這樣 我也有一個 那個來自基隆的一個許先生告訴你 對 他說 因為他的經驗豐富 他有那個小孩嘛 對 他就說 你不能 你要一發 擊中 你不能連發 散彈槍 不行 他就一發 密度不夠 密度要擊中 對 有個基隆的許先生的舅舅跟我說 你看你要生男的還是生女的 生男的有什麼撇步 他說生男的 他就是你要把他 就是要把他抱得比較緊一點點 哈哈哈哈 真的嗎 哈哈哈哈 而且呢 基隆的許先生又帶我 不是 小順 這時候只是小順 小順呢 他就帶我去 什麼 他那時候 啊 求職的時候 因為我們節目 《華盈捷鼎市》的爸爸有去那個 台南獄警 有一顆男人石 啊 喔 那個異象 就是 不然就是 內斤一點 一駐晴天 然後叫我去抱那심 他說當初他生 兒子的時候也是這樣 要去抱 因為我知道他一直想要 有一個好消息 所以呢 基隆的許先生 送了他兩顆厲害的東西 他等於他有給我一點 感覺好像有個希望 那我不太敢 給佐佐 當然我怕他有壓力 因為我覺得女生 如果太多人關注這件事情 都不能講 都不能講 太多人關注這件事情 他會變成一種壓力 我前陣子我們棒棒糖聚會的時候 那個熬犬他已經適食了 他其實在我旁邊走過去 我會聞到有點老人味 順哥走過去沒有欸 欸 拜託 我剛才出來噴了一點香水 老人味是怎麼樣的 哈哈哈哈 不是就很容易看起來 他很疲憊的感覺 哦 對 對 是真的有味道嗎還是什麼 其實是一種 概念一個方向 就是他會沒有那麼活力 我如果說只熬犬 對 那不是才當求婚嗎 求婚跟這件事情兩件事情啊 對 其實當面會講 等一下 今天應該會更多人知道 他反應是什麼 他反應是 人家說你家之外也才變胖 這樣之類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